《丧兴的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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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解课我们讲到单子渔度的体系 无阻尼自由振动 现在开始 上几课我们讲到单自由度体系 无阻尼的自由振动 那么我们也提到了 自由振动分析的目的 这个目的是什么 大家还有没有印象 就是我分析单自由度体系 自由振动的目的是什么 有没有印象了 是确定结构的动力特性 要确定结构的动力特性 就是周期和频率 因为这个结构在外核载作用下 它这个反应除了和外核载有关以外 还和周期频率有关系 所以单自由度体系的动力特性 周期频率的计算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下面我们就来讲 怎么来求单自由度体系的自证频率和自证周期 也就是自证频率和自证周期的计算方法 我们先把方法说一下 一个方法是 我们利用公式来求 那么在上节课我们已经推出来了 这个频率的平方 自证频率的平方 等于刚度系数除以质量 可以利用公式来求 如果你知道了质量 知道了刚度系数 那么由此事可以算出来自证频率 那么频率算出来以后呢 就可以得到自证周期 另外 由于重力等于质量乘重力加速度 G是重力加速度 重力等于质量乘正确加速度 得到ST呢 是重力重力下引起的位移 重力重力下引起的位移 我们用得到ST表示 那么可以写成 用柔度系数来表示这个重力引起来的位移 就是重力乘以这个柔度系数 我们把这两个柔子 带到前面柔子里面去 我们也可以得到下面这样一个柔子 就是频率的平方 等于重力加速度 除以重力作用下引起来的净位移 就是重力作用下引起的位移 这个呢 记忆的是重力加速度 在有些情况下呢 我们用下面这个柔子 可能会更方便一点 那么就是第一个方法 就是利用公式来求 第二方法 我们利用机械能守恒 利用机械能守恒来求 振动刚开始的时候 就T等于0这个时刻 那么自由振动呢 是由初位移出速度引起来的 是吧 那么有初位移 有出速度 在T等于0这个时刻呢 这个体系是有能量的 那么这个能量 这是动能 这个是动能 二分之一 质量 乘成出速度的平方 加上二分之一 刚度系数 乘以初位移的平方 这个呢 是适能 那么这个是动能 就是T等于0这个时刻 体系所具有的能量 那么它当然是一个常数 就初位移出速度给了 那么它应该是个常数 在T时刻 在T时刻 我们用E来表示 在T时刻体系所具有的能量 机械能 那么呢 这个Y呢 当然就T时刻的速度 Y一点啊 Y的一节导数 是T时刻的速度 这个是呢 T时刻的位移 那么这是动能 这个是势能 那么由于我们是不计阻尼的 这一节我们是说不计阻尼了 不计阻尼呢 也就是没有这个能量的好散 就是没有呢 消耗能量的作用 自由振动 也没有动和载 也就没有能量的输入 没有能量的输入 也没有能量的好散 所以呢 在任何一个时间 是个T 它的能量呢 也是保持不变的 能量保持不变 应该和一开始的能量呢 应该是一致的 我们把上几课求出来的 指点的运动规律 带进去 得到 这个70克的体系的机械能 是这样一个表达式 它也应该是等于常数的 等于常数 那么同时是不是可以看出 当Cosin这项 等于1的时候 那么Sin这项应该是等于0的 是吧 那么Sin这项如果是1的话呢 Cosin这项应该等于0的 那么它还是常数相加 所以最大的这个动能 应该等于最大的势能 最大的动能和最大势能 应该相等 那么从这个势子可以看出呢 如果它来相等 就1分之1MA方 我们一个方 等于1分之1KE乘A方 那么也可以得到呢 这个势子 那么只不过在有些情况下 我们直接用这个机械能守恒 这个概念 求频率的时候呢 可能会更容易一点 也就是最大动能等于最大势能 最大动能等于最大势能 这是第二种方法 第三种方法 我们利用振动规律来求 利用振动规律 那么振动有什么样的规律性呢 我们来看 这是指点的运动规律 指点的位移随着时间T的变化规律 加弱度求导数得到加弱度 把位移对时间求二叶导数 得到加弱度的随时间的变化规律 那么指点上的惯性力 我们用I表示 指点上的惯性力 在T时刻的惯性力 那么应该是质量 成了加弱度 惯以复号 把加弱度带进来 得到惯性力 随着时间的变化规律 那么这三项 或者位移加弱度的惯性力 从他们随着时间变化规律来看 他们应该是 叫同频同步变化 同频同步变化 就按照相同的频率 我们一个 按照相同的频率变化 相位呢也是一样的 在任何一个时刻 相位也是一样的 那么其中有一个量 是达到最大值了 它达到最大值 在这项取1的时候 那么最大值是A 就正乎 这是加弱度呢 也达到最大值 惯性力呢 也达到最大值 那么我们列方程的时候 在这个位移 达到最大值这个时刻 我们来列 惯性力 位移 和这个质量 等等这些之间的关系 就和列移动方程一样 我们就可以也得到呢 这个是 比如 单自由度体系 当位移达到最大的时候 位移达到A 值点位移是A 那么上面的惯性力呢 也达到最大值了 是质量乘上占辅 乘上频率的平方 那么在这个时刻 也就是位移达到最大值 这个时刻 我们把这个体系 看成是平衡的 然后找出来 A和这惯性力的关系 也可以把这个频率呢 算出来 那么这个关系 和前面列运动方程 是一样的 A 成为KEE 是发生A这么大位移的时候呢 所需要加的力 那么这个力呢 应该等于 上面作用的这个惯性力 这个方程呢 叫辅直方程 运动方程不一样啊 运动方程是微分方程 这个辅直方程呢 是个代入方程 那么解这个方程 也可以解出来这个式子 有没有A消掉 我们一个平方应该等于 刚度系数除以质量M 那么实际上 它们都是一样的 只不过在不同的情况下呢 使用呢 这个方便程度呢 是不一样 下面我们就举例子来说 看看怎么样 用这些方法来求呢 体系的周期和自证频率 第一个例子 这是单制度体系 现在要求 这个体系的自证周期 和自证频率 你们说用什么方法求 比较容易 刚才说了三种方法 求柔度系数 或者是钢度系数 对吧 那么柔度系数 相对来说呢 要好一点 钢度系数呢 要麻烦一点 你看我分析一下 如果是要求柔度系数 那么就是 在这儿加单位力 画完一图 求出这点的水平位移 对吧 可以用图成法来算 这是一次超音定 这是一次超音定 如果要求钢度系数 那么你要在这儿 加一个水平质感 另一个水平质感 发生一个单位位移 求出质感中的力 你加一个质感以后呢 就变成了两次超音定了 我们求那个质感反例呢 相当于是 这个超音定结构 直作移动 引起来的直作反例计算 比较麻烦一点 但对这个题呢 如果你经历学 很熟悉的话呢 求钢度系数 也并不省功能 我们用柔度系数来求 加单位力 那么单位力引起来的 这个位移柔度系数 我们也可以用单位核载法 来求这个位移 单位核载法 为了要求这点的水平位移 这个可以看成是 引起这个位移的外力 这个呢 是要求这个水平位移 所加的单位力 单位力状态 那么你看这个是静定的 这是原来结构是创新定的 这个单位力加在了静定结构上 可不可以 于是上学期 讲超新结构内力计算 位移计算的时候讲过 有没有影响呢 超新结构 在外核载重点下 我们要求位移 用单位核载法 单位力可以加在 任意的立法的基本体系上 是吧 任意的立法的基本结构上 做弯机图 这个弯机图的做法 上面和悬别梁一样 下面的弯机值是L 由钢基点平衡 直到呢 这个水平杆的右端 弯机值也是L 这个点有质杆 竖向不动 那么这边是固定端 利用力矩分配法 这个传递技术的概念 我们可以得到 这边的弯机值是二分之L 传递技术二分之一 弯机图 那么这个弯机图自成 是不是就是得的意义 那么自成的话呢 稍微麻烦一点 它的弯机图 上面的做法和它一样 由于这个水平杆里边没有简历 弯机图应该是常数 然后它俩图成 要比它自己成自己 要简单一点 但是结果是一样的 就是它俩图成 它俩互成 和这个图形自成 得的结果相同 那么我们它俩相成一下 用图成法 这个三角形的面积 乘上行星所对应的竖标 三分之二L正的 那么这个图形呢 我们可以做一下图形分解 分解成上面一个三角形 这个直角边的长度是L 和下面一个三角形 直角边长度是二分之L 让这两个图形分别和它图成 上面的图成和它图成结果为正 下面的图形和它图成结果为负 一共是三项 得的结果 十二分之七 十二分之七 一分之L三四方 这是柔度系数 有了柔度系数了 直接带公式 带入频率的计算公式 频率就算出来了 那么有了频率了 再求自证周期 自证周期 二π除以自证频率 这是自证周期 这是自证频率 就都算出来了 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呢 利用公式来求 关键是如何来求 柔度系数和钢度系数 钢度系数和柔度系数的求解 是结构境内学的问题 对吧 动力学的概念并不是很难啊 就是这个境内学的 这个钢度系数 柔度系数来求解呢 有的时候呢 还是比较麻烦的 第二个例子 两个指点 几个自由度 一个自由度啊 不计周向变形 这两个指点 数向是不能运动的 这两点的水平运动 是一样的 对吧 用钢度法还是柔度法来求 来求 就钢度系数还是柔度系数 这是一个静电结构 对吧 静电结构的话呢 弯机图是很容易做的 所以我们求柔度系数 加弹威力 做出弯机图 做出它的弯机图 然后弯机图自成 得到柔度系数 三分之二 一分之L三次方 柔度系数有了 下面带公式 公式应该是 分母上是柔度系数 还乘一个质量 质量应该取 M还是二分之M 还是M加二分之M 应该是加在一起的 这两个质量加在一起 是二分之三M 加进去 把质量带进去 柔度系数带进去 求出自成频率 周期 以值 这个值点的重量 是W 值点重 达不了 弯威钢度系数K 卡弯钢度EI 杆长L 求它的自成频率 和自成周期 钢度法 还是柔度法 这个呢 要用钢度法 求钢度系数 柔度系数呢 要麻烦 因为这是超级定的 是不是超级定的 一次超级定 就弹簧体 有弹簧制作的 一次超级定 你加一个单位力 要画它的弯曲图 是比较麻烦的 你得用力法 来求 我们用 求钢度系数 加一个水平质杆 树向质杆 然后令这个树向质杆 发生一个树向位移 质杆中的反例 钢度系数KEE 那么这个弯机图 好做吧 这个弯机图 应该是 一端固定 一端角质 角质端发生单位线位移 有形长数 可以画出这个杆的弯机图 L方分支3EI 为了要求KEE 我们取隔离体 把端部这点 拿出来作为隔离体 弹簧被拉长 一个单位 弹簧中的力 应该是K 那么根据弯机图 我们可以知道 这个杆端的简历 是这个弯机图 这个斜线的斜率 L方分支3EI 除以L L三四方分支3EI 简历 这简历是负的 由这个节点的平衡 可以算出来 KEE 应该是K 加上L三四方分支3EI 刚度系数 就求出来了 有了重量 可以算出来质量 重量除以重力加速度 质量 有了刚度系数 有了质量 那么自证频率呢 用公式 就可以求出来 刚度系数 质量 刚度系数 除以质量 然后再开发 得到自证频率 那么周期 我们没有写 周期当然就等于 2π 除以Om 前面我们刚才 是用的公式来算的 下面我们换一个题 就是不用公式 用另外两种方法 怎么算 杆是无重钢杆 杆没有重量 刚性的 上面有三个指点 几个自由度 一个自由度 是吧 一个自由度 我们可以用这个 一个自由度 是吧 我们当然可以选 这个杆的转角 确定这三个指点的位置 选这个转角 这个参数 当然可以选 某一个指点的 数向位移的参数 都可以 独立参数是有一个 我们用能量守恒 这个用钢度 用钢度叙数 和柔度叙数 也可以 我们先 用能量守恒 算出来 我们再用 这个钢度法 和钢度叙数 柔度叙数的方法 利用公式来求一遍 在T时刻 那么转角 是FYT 杆尔的转角 FYT 在T时刻 我们求出来 这个体系 最大的动能 和最大的势能 当转角最大的时候 弹簧被拉长 也是最大的 那么势能就最大 只有弹簧里边 有势能 钢音杆里边 没有变形 没有势能 没有变形能 只有弹簧里边 有势能 下面我们写出来 势能和动能的表达势 先看动能 这是指点的最大动能 最大动能 应该是 二分之一m 乘上欧米克平方 乘上正乎 这是最大的动能 这个表达是 在上一页 已经写出来了 我们在里边 再写一下 动能 应该是 二分之一 速度 速度的平方 乘上质量 这是动能 对吧 那么位移的表达势呢 应该是 a乘上 sin 我们一个t 这是位移的表达势 学学导数呢 是速度的表达势 这是速度 那么代进去以后 这个最大的动能 应该是表达势 二分之一 乘上质量 乘上最大速度的平方 是吧 那么应该是 a方 乘上一个 欧米克方 最大的动能 那么端木 左边那个端点 这个指点的最大动能 应该是 二分之一 质量 乘上正乎的平方 再乘上欧米克方 但是正乎呢 这个 达到正乎的时候呢 这个转角最大 达到φ 假如φ呢 是个最大转角 那么这儿的最大位移 应该是 2L乘φ 这个指点的正乎 是2Lφ 2Lφ 那就是2Lφ的平方 然后再乘上一个 自振频率的平方 这是这个体系的 这个指点的 最大的动能 那么这个指点的 最大动能 应该是 二分之一 质量M 乘上欧米克平方 再乘上这儿的 正乎的平方 这正乎呢 应该是φ乘L 这个指点的动能 二分之一质量 乘上欧米克方 再乘上正乎 2Lφ的平方 合在一起 是这个体系的 最大的动能 体系的最大动能 我们再写出来 最大势能 两个弹簧里面 有势能 弹簧拉得最长的时候 势能最大 那么这个弹簧里面的势能 是二分之一 K乘上 这个弹簧 变形的平方 是呢 这个势能的表现 还有没有印象 在这个材料力学和理论力学里面 应该都是讲过的 那么这个呢 是右边这个弹簧里面的最大势能 就是弹簧被压缩了 最大的时候的势能 这是合在一起 是一个体系的最大势能 最大动能和最大势能相等 最大动能和最大势能相等 我们得到 它在相等可以得到 Om等于9m分之5K开放 频率就求出来了 有的频率了 当然周期呢 就是二π除以Om 只是用这个能量守恒来求的 也可以用我们刚才提到的 列腐直方程的方法来求 列腐直方程 什么是腐直方程呢 我们在这个体系 在振动工程当中 各支点都达到最大位移的时候 位移到最大的时候 在那个时刻 惯性力呢 也是达到最大值的吧 位移达到最大值 惯性力也达到最大值 把惯性力加上去以后 就看成是在那个位置上 平衡了 我们就可以列平衡方程 或者是和列运动方程 或者是和列运动方程类似的方法 列出来辅置方程 从而得到频率 发上最大值的时候 位移发上最大的时候 转角 比达到最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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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达到最大值了 各个值点的位移也达到最大值 那么这儿的最大值 位移的最大值应该是2Lφ 值点的最大的位移啊 应该是2Lφ 就是正辅2Lφ 那么观星力的最大值怎么写呢 就是速度 你再求解导数是加弱度 负号就求没了是吧 应该是A 乘上一个 我们一个方 乘上三 我们一个T 这是加弱度 加弱度的最大值 加弱度 这是加弱度 还有没有 这个 球阶导数 Om2常数 Cosan球导数是Sine 负Sine 负Sine跟这个负号交掉了 然后里边还出来一个Om2 对吧 AOm2方Sine 有问题吗 哪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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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没有符号 这块没有符号 那么这块就应该有符号了 对吧 这块应该有个符号 然后观星力呢 负的质量 乘上负量 成加弱度 带进去以后 负号 负号消掉了 应该是负量 M A 我们一个方 Sine 我们一个T 加弱度 是负量 是惯性力 随着时间的变化倍率 那么V1达到最大值的时候 散取1 那么这个也是1 所以最大值就是 负量乘上正斧 乘上频率的平方 是惯性力的最大值 我们把惯性力的最大值加上去 这个值点 它的质量是M 乘上一个Om2 乘上这儿的正斧 这个MA 有个正斧A A呢应该是2L5 2L5是这块的正斧 乘上Om2 再乘上负量 是惯性力的最大值 位移达到最大了 在这个位置 惯性力也最大 那么这个值点呢 也同样的 位移达到最大值 是L5 惯性力达到最大值 是L5乘上质量 乘上频率平方 这个是这个值点呢 惯性力的最大值 当位移达到最大值的时候呢 这个弹簧被拉长了L5 所以弹簧里边有力 KL5 K乘上L5 L5是弹簧的生长量 那么这个弹簧被压缩了 2L5 所以弹簧中的力呢 应该是K乘上2L5 平衡了 加了惯性力 但是平衡的 我们就可以列平衡方程了 那么这个制作处呢 也有反例 还有数样反例 为了使得这个数样反例 在方程中不出现 我们把A点做局心 列一个力矩方程 把A点做局心 列力矩方程 这个力 乘上力B2L 减掉这个力 乘上力BL 加上这个力 乘上力BL 加上这个力 乘上力B2L 减掉这个力 乘上力B2L 等于零 这个就是腐质方程 腐质方程 都是最大值之间的关系 关系力的最大值 位移的最大值 整理一下 整理一下 那么由解这个式子 可以把Om2解出来 5和5消掉 L方消掉 和前面那是一样的 频率就求出来了 列腐质方程来求 那么如果我们用前面说的 这个公式来求的话 应该怎么求呢 大家回想一下 我们列方程那个地方 我们可不可以把它看成是 这样一个钢体 绕着这个A点 做旋转振动 可不可以 做旋转振动 如果这样看的话 那么怎么样公式 来求这个自动频率 就这么说吧 钢度系数是什么 什么是钢度系数 怎么求钢度系数 加一个什么 让这个感觉发生单位转角 求出来这个 所需要加的 那个例句 加那个求那个6 发生单位转角 把那个6算出来 就是钢度系数 那么公式中的那个质量 对应哪一下呢 就是3M吗 应该是绕着A点的 转动管量 转动管量 一本应求一下 我们让它发生一个单位转角 这个转角 这个转角是1 它凭空不能发生 你得加上6才能转动 加一个6 K1 加一个6 K1 使它发生单位转角 那么K1呢 就是钢度系数 我们求着钢度系数 那么这个转角是1 那么这个弹簧呢 就被拉长了 1乘上L 对吧 所以这里边有力 应该是 1乘L 应该L乘K L乘K 弹簧中的力 这个呢 被压缩了 因为这个长度是2L 是吧 压缩了2L 所以这个地方应该 向上有一个力 2L乘K 然后对这些取据 我们可以算出来 这个K1 K1应该等于 LK 乘上力币L L方K 加上 这个2LK 乘以力币2L 是4L方K 这是钢度系数 然后再求一下 这个转动惯量 转动惯量 假如我们用G来表示 转动惯量 绕着A点的转动惯量 那么左边这个值点 的质量 乘上到这个A点的 距离的平方 距离那是2L 那就是4L方 加上 中间的这个值点 应该是M 乘上L方 再加上右边的值点 还是M4L方 等于9倍的ML平方 这个等于5倍的L方K 然后你代入公式 Om平方 等于 这个钢度系数 除以这个转动惯量 就得到相同的结果 对吧 这是求钢度系数 那么如果要求柔度系数呢 就加一个单位利益 就加一个单位利益 加一个单位利益 要求这个转角 这我就就麻烦一点吧 因为你加了单位利益以后呢 你并不知道这两个 弹簧中是多大的利益 是吧 现在是超您定的吧 所以要麻烦一点 要解 解起来要麻烦一点 那么不如求钢度系数要方便 柔度系数呢 求起来并不是很方便 可以求的 求的结果当然和这钢度系数 肯定是不为倒数了 我们就不求了 你要感兴趣的话呢 可以自己求一下 下面我们举一些例子 做一些练习啊 下面我们做一些练习 求这个体系的自诊周期 和自诊频率 大家求一求试一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求钢度系数还是柔度系数 求柔度系数 求柔度系数的话呢 你就要求出来单位力重用一下引起来的弯机图 这个弯机图会画吧 用弯机分配法 也可以 那个好像不对 下边的两个弯机图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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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要用能量法球 就是求出它的最大动能 求出它的最大势能 自由振动时的最大势能 然后令最大动能和最大势能相等 列腐质方程的话呢 你首先让它发生最大位移 令这个体系发生最大位移 直点位移最大的时候 惯性力也达到最大值 把关系力也加上去 沿着位移正向加 不带符号的 然后让它看成平衡的 列一个平方程 那么刚度法和柔度法呢 就刚才和刚才我们讲的那个例子 那个练习题类似的 让它发生单位转角的时候呢 需要加多大的6 刚度系数 这两个支点对左边这个转动 转动中心啊 这个转动关量求出来 利用公式来求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